因為這次被說不只是中線煤等等 還有很多很關鍵的意義 就是飛彈也穿越臺灣的上空 4枚的東風飛越了臺灣上空 這還是日本告訴大家的 日本防衛省4號公布消息 說9枚的常規導彈 他說有5枚落到了日本專屬經濟海域 剛剛倩傑有解釋了 另外更別說經濟海域 中國大陸也有說 哪有什麼經濟海域 我們根本就還沒有相關的一些討論 也沒有一些共識 另外他也說 其中6到9的所謂的4枚的導彈 是飛越了臺灣這樣子飛過來 那中國大陸這邊的教授孟祥欽 他也說這有什麼樣的意義呢 也就是說中國大陸導彈是 想什麼時候打就什麼時候打 想怎麼打就怎麼打 想打你就打哪裡 另外有4個首次 第一個是距離臺灣島最近的演習 然後對臺灣進行所謂的核危 而且首次在臺灣東部的地區 進行了實戰射擊 這當然很大一就是圍堵美國 跟美國來講的 另外其實也是首次試射穿越了臺灣島 而且穿越了愛國者飛彈很密集的地方 然後臺灣的國防部 是沒有公佈這所謂的4顆導彈 穿越臺灣上空 因為說這個導彈路徑是在大氣層外 沒有傷害臺灣 臺灣這邊國防部長有說 飛彈不會危及本島 可以對外來說明 但是軍方有持反對意見 所以最後是沒有公佈的 亮哥你怎麼看這個 不是讓臺灣的雷達比日本還快 當然我們有樂山 所以他更早就知道 就是飛越上空 就是有人反對了 有什麼辦法 他萬沒想到日本會公佈 所以這個就出了一個球 不過我是覺得 我覺得接下來還要做一些觀察 這個局勢還沒定 你不要以為這樣就新現狀就定了 美國會重新回來挑戰 比如說 柯比後來在8月6號 他發言就改口了 他說未來幾週 雷根號航母還是要通過臺海 這個沒有那麼容易就這樣定了 因為根本就還沒有到對決的時候 我覺得美國這一次是低估了 中國大陸擺出這樣的一個 盛世的一個規模跟力度 是始料未及 我覺得美國如果有想到這個 他不一定會讓你這樣做 所以我認為還沒有結束 還早得很 可是受害的一定是臺灣 當然 我覺得裴品欣講那個 我是比較同意 就是說他會透過種種方法 然後讓臺灣會逐漸的 失去一些戰略地位 剛剛亮哥說 中國大陸擺出這個正式 讓美國其實也是有點沒有想到 因為來看到 中國大陸秀出這麼多的肌肉 比如說東風系列導彈 還有PHL191型的遠程火炮 這可以三四百公里 另外還有包括了 殲20 轟6 運輸20 雙航母 連核潛艇跟動物大區 通通都來了 對 可是他登陸艦並沒有出來 所以事實上只有前兩個階段而已 我覺得未來還有很多官 比如說我隨便講好了 比如說英國國會就說他要跟進 那臺灣要不要讓英國國會來訪 亮哥 那個國會是 還沒有這個軍演之前說的 對 那現在又軍演了 就不知道後續怎麼樣 不知道 因為英國未來新的總理 很可能首相 可能那個Trust Trust也是超級鷹派 所以很難講 還有北約的人會不會來臺灣 我認為還有好幾關要過 我剛剛講到裴敏昕 為什麼呢 因為我覺得這件事 對臺灣的影響真的非常大 因為它暴露了 事實上剛剛那位大陸學者就講到 夢想性 就是你的能源生命線被暴露了 就是大家會想到說 你2025天然氣要占50% 然後你的天然氣 你的儲備只有13% 甚至13天 甚至只有11天 夏天聽說7天 對嘛 就是這樣的天數 更嚴重就沒了啦 對 那你去想 我們7天就沒了啦 那你去想一想嘛 就是半導體是最廢電的工業 這大家都知道啊 所以人家對投資半導體 在臺灣會有信息嗎 這是一個聯動的 那另外一個當然就是 已經有一些朋友在問 因為人家大型的投資 這個欠解一定知道 至少要往前看5年嘛 你臺灣看得到未來5年嗎 或者說你的投資的風險 是不是在上升 而且現在很多都說什麼2030 中國大陸軍力就可以武統臺灣 那不就是剛好5年左右 不 我跟你講那個是講的 可是這個是具體的行動嘛 你現在如果去跟人家講說 臺灣很安全啊 人家就會說前一陣子 但是大家都在討論會不會發生戰爭啊 因為被封鎖啊 就這個真實發生嘛 所以你就很難去說臺灣沒有風險 你知道我的意思 所以 您想要補一下 好 所以這裡就會造成比如說 有人要來做臺灣 在臺灣做比較大型的投資 那他一定會去評估這個因素 然後當然也包括一些財務的投資啊等等啊 那其實我坦白說啊 我是一直懷疑有一個更大的美國設想的一個大局 它跟中國各有盤算啊 我的意思是說啊 美國 這個中方當然知道PROC要落地 那我就讓你落地嘛 我後面有一個正當性來搞一個大局 那美國搞不好也樂見這個局出現啊 為什麼呢 因為它可以增加臺灣的地緣政治風險啊 那剛好順勢逼臺灣的半導體到海外去佈局啊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這一局搞不好 美國人也有在射算啊 他並不是這麼笨啊 就是說他基本上也沒有想要在這一局就跟你衝突 因為他不認為這個是真正的武統戰爭啊 是你對一中被空洞化不滿嘛 所以你要弄這個局來凸顯說 我要來主導這個局 可是這個只是開端嘛 那對美國來講 他現在搞不好認為 比如說未來五年 他在軍事上要保臺灣 那難度越來越高 可是無論如何 我要把臺灣最重要的戰略資產拿走啊 那戰略資產不就是半導體嗎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說 搞不好美國在射算的局勢 好啊 你就去弄啊 那我提高了臺灣的地緣政治風險之後 然後也凸顯了它的能源危機 那不是剛好我來講 CHIP4 這個晶片聯盟 或者是必須要加速到美國投資 那這個正當性就越來越高了嗎 所以我的意思說 這個搞不好是雙方各有它的局 那至於美軍會不會回來 我認為一定會回來 可是你不要以為他回來就是要保護臺灣啊 不是啦 他實際上還在想一個更遠的局 他跟中國大陸還是在博弈中嘛 那只是說台灣這張牌他也許有新的社帥 你知道我的意思 那他還是會想怎麼跟日本聯盟啊 那也許是推到第二島鏈啊等等 可是這個局還在往前走啦 那只是說如果就中方的角度來講 他認為他勝了一個局啊 因為他讓一中這件事情推到行動階段 他認為他第一次完全主導 這個是事實啊 這個是事實啊 而且你可以看到亞洲各國的反應 大概只有日本明確表態譴責中國 其他都沒有耶 包括美國的盟邦菲律賓 澳大利亞韓國都沒有耶 都沒有 那更不要講東協啦 大部分的人都是主張說 台海穩定和平很重要 大概是這樣 這不是廢話嗎 是啦 是啦 不過這個就是G7的老調 然後歐洲只有一個國家公開出來 譴責中國就立陶宛 所以我認為這一局在這裡啦 這個真的佩洛西 佩洛西啦是幫了中國大忙 這個川普講的真沒錯 就你提供了人家一個正當性來出手 結果人家就不好怎麼說嘛 可是我覺得拜登也沒那麼笨 他從中也火中取栗得到他要的部分 就是促成台灣的戰略資產 半導體業可以更完整的出走 接下來科普一下喔 這個水神呢 跟病毒細菌作用之後呢 會還原成水喔 不會感染也不會影響到你的皮膚 所以小朋友孕婦也適用 萬萬水神呢 不傷人體適合長時間多頻率的使用 如果不夠用的話呢 可以乾脆把這個生成機 買回家自己來使用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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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嗎